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要解決粉絲的問題 粉絲打電話來做什麼 找我簽名嗎 不是不是 他打來問說 他的iPhone不知道為什麼熱點都連不上 哦 你自己有遇到一樣問題嗎 我有遇過 你也有遇過是不是 好 那我今天就來解決iPhone熱點連不上的問題 然後教大家怎麼做 看之前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打開 321開始 如果你發現熱點連不上 以下幾個方法是我自己最常用的 而且我剛剛也幫大家驗證一下 蘋果官方釋出的跟我答案有點差不多 以我的為主好了 因為我是Tim哥 不是啊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你對方確不確定有沒有連上 你第一件事情要到設定 設定這邊有一個個人熱點 點下去以後 在個人熱點上面有一個叫 在允許他人加入的部分 好 這個地方你要確定是什麼 你要確定是開著 那你看到允許個人熱點這邊加入開著以後 還有一個地方你要確定 在什麼地方呢 你先要滑回來 由右上角往下滑 然後長按住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 個人熱點可被偵測 這個地方也要確定是開著 我們再繞回剛剛 原本設定這邊有個Wi-Fi密碼 這邊然後給你的朋友 你應該就可以分享 這是第一個 再來就是如果還是真的連不上 找不到 那該怎麼辦 我們就回來設定 回來設定 這邊有一個一般 一般最上面有個叫 關於本機 就選擇關於本機 上面有一個名稱 我名稱竟然沒改過 我名稱就是寫iPhone 好 iPhone這個名稱你就改掉 改成 比如說我改成什麼 我改成Oli 好吧 好 那這樣子 我的本機名稱就是Oli 爸爸了 所以你今天要連到我的熱點 要記得看到一下 你看 我在回到剛剛的熱點這邊 你就要去找什麼 找Oli 爸爸就可以找到我了 所以就改裝置名稱 那如果真的還是不行 該怎麼辦 很簡單 我們直接重置它 不是重置手機 是重置它 重來重置 好 很簡單 我們回到設定 那設定這邊有一個一般 然後往下滑 有一個重置 重置這邊有一個地方是第三點 就是重置網路設定 這一個 你把它按下去 好 他就要你輸入密碼 那我就不重置了 因為我的熱點沒問題 然後你輸入密碼以後 他就會把你的網路全部重置後 你還是繞回來 那你就重新再開啟熱點 應該就可以 沒事 那真的這些你都試過 完全不行 蘋果官網說 你要更新到 iOS最新的版本 那如果你不確定 你是不是最新版 你就要設定對不對 然後你就選擇一般 一般上面有個軟體更新 按下去以後 你看一下 你看我是最新版的 我現在是iOS 13.3.1 其實剛在設備名稱下面 也有寫說你的iOS的版本 那這個版本 一定要更新到最新 熱點就比較不會有任何問題 好 以上 現在有解決你的問題嗎 有 有齁 好 那大家有任何蘋果小技巧的問題啊 或者是安卓手機小技巧的問題 或是希望我拍的呢 就不要打電話來了 你可以留言 好不好 你就留言給我 那留言我們同事會看 那我們OK了 我們就拍一部影片 那就給你們 好這位粉絲 我已經解決你了 不要再打電話來了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